民进党前立委余天女婿涉嫌诈欺 这也让近期卷进相关争议的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大算说这回力标来得又快又急 更点名连日来炮国谋烈的立委黄杰 跟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意外掀起了大战 因为徐巧新先前被媒体追问先生刘燕李的争议时 他曾经回答我看起来像刘燕李吗 所以李正浩这回是模仿来隔空反凤 说我看起来像是余天吗 如果余天涉案就会跟余天离婚 而徐巧新说的确不像余天 比较像是李宗瑞 还在脸书上发起长得像余天大赛 引发网友热烈的回响 像是由李正浩黄杰还有温朗东 还有王毅川都来变脸成为余天 成为了网友讨论的目标 我现在不会看起来太嚣张吧 还好吧 连日来在绿营 枪林 淡雨中存活 徐巧新终于露出秀脸 因为听到前立委余天 同样卷入家人诈骗案 大酸回力标终于来了 如果真的要按照他们的逻辑 要来连连看 现在在这件事上看起来 不是非常双标吗 不是一场政治的闹剧吗 见练欣喜似乎藏不住 还借机公开点名 先前炮火猛烈的立委黄杰 跟时事评论员李正浩出来打球 这下掀起大战 若徐巧新硬要跟余天比较 就请徐巧新现在马上辞掉立法委员 我跟他结婚是2018年的时候 所以你要去问他呀 我看起来很像刘燕李嘛 蒙公徐巧新这段经典发言 李正浩反讽 我看起来像余天吗 我只对我自己负责 还模仿如果余天涉案 我会跟他离婚 甚至还换上续胡罩 搞笑公布第一届 长得像余天大赛正式开始 网友孝峰不少人发起九宫格名图 请选出谁是长青树 宝岛歌王 引发热烈回响 徐巧新也在脸书上 摁指李正浩 确实不像余天 比较像李宗睿 但两人隔空激战 过去可是同为 国民党草协联盟发起人 至少有十年交情 徐巧新被求婚邀请密友 也能看到李正浩的身影 直到 天有我 有你 中信立委选举 李正浩还站台对手许淑华 如今两人在各自领域发展 却在涉战案强碰 隔空交火 华日新闻 如今张正杰 参与伯伦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日新闻的YouTube频道